中国大陆的投资者大举进居美国 在加州的房地产开发酒店收购成为首选 最近来自中国四川的投资者 布依客栈美西度假有限公司 看好日渐增加的中国旅游群体 成功的收购了安大略一家酒店 和省塔巴巴拉辛普森家两家特色酒店 打造适合华人旅游需求的精品酒店 还计划进一步开发高端旅游产品拓宽旅游市场 建于1874年的辛普森家 有苏格兰人罗伯特辛普森和朱利叶辛普森夫妇精心打造 具有浓厚的英式维多利亚风格 在1985年开始改造为酒店对外营业以来 一直是省塔巴巴拉整个旅游产业中的亮点 辛普森家精品酒店拥有15间客房 庭院中央的主楼建筑除了5间客房外 还设有图书室、餐厅、厨房、礼品部、会客厅等 树荫遮掩的庭院深处 还有4栋精致的小母屋 管家室的服务无微不至 早餐服务贴心精致 全套英式下午茶可享受额外的精美点心和葡萄酒 静谧的夜晚围坐在园林篝火边聊天 更是让人难忘 这一切奠定了辛普森家 成为全北美唯一的一家 通过AAA协会认证的五钻级别的民宿酒店 作为我们旗下的整个收购目标的重点的一个步骤 这家酒店在Santa Barbara是有100多年的历史 在Triplevisor图音网上面是排名No.1的酒店 未来我们会保持住这个酒店 特有的维多利亚英式的这样一个风情 并且在此基础上 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吸引国内外的高端客人 入住我们的Simpson House Inn 同时我们也在不久的未来 会展开围绕Santa Barbara area 这个地区的高端的一些体验的旅游项目 辛普森家酒店是Santa Barbara市 近年来唯一成交的酒店交易 该项目不仅给政府带来了税收 还创造了就业机会 Santa Barbara市市长海伦 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 表示当地政府会提供好一系列的服务工作 verste病 Muller都好 这需要我对补 nutri加招不是 重新的总统东西 牧场船主席 目为自己的舍逐 stated 今大 dis毫定律 我永远的主席 中心 sail避普 비리开 海心育若 ber 和自然的公园。 似乎是很美的地方。 我希望一天可以来到一天见。 记者圣塔巴巴拉市报道。